直升机出动就起了受困在渔船上头的30名船员 最近这一个月来接连有三个台风从上海来登陆 当地政府紧急将台风的警戒上升到了橙色警戒 撤离了许多低洼地区的居民 另外两大国际机场也有上百架次的航班停飞 火车方面超过100个班次停驶 陆海空交通可以说是相当的混乱 而棕榈台风预计会朝西北方向来移动 还会持续影响到明天才会逐渐的减弱